HELLO 大家好我是雅雅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戰場的新手機 iPhone 12 以及iPhone 12 Pro 那在我的左手邊是iPhone 12 這次iPhone 12總共出了五個顏色 分別是黑、白、紅、藍、綠 那我們這次待會要開箱的是白色 接著是iPhone 12 Pro 12 Pro總共出了四個顏色 分別是藍色、金色、銀色 以及這次要開箱的石墨黑 那我本人也是比較喜歡這個顏色的喔 在準備進行開箱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盒子 因為其實我覺得盒子啊 就是也是算傾銷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而且盒子本人也是有巧思的喔 所以我們不要忽略它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厚薄度 跟以前不一樣了 拿一個之前的盒子給大家做比照 這個是之前的盒裝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薄度將近一半耶 所以你看這樣就比較有感了吧 這樣跟大家做比照 就可以看出它很明顯的變飽了 好啦這也是不是我們趕快進來開箱的主軸吧 好那接下來我們趕快看盒子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哇這白色超美的耶 好好我冷靜一點 我們先把手機本人呢拿出來放旁邊 小心一點 然後盒子裡面呢就有說明書 然後推卡針 還有這次引起一陣不小熱意的C to Lightning線 那我們可以看到啊 這個是之前的盒子 這個之前的盒子 那盒子裡面都是附一個豆腐頭跟充電線 但這是沒有了為什麼咧 是這樣子的 因為蘋果公司覺得說 在市面上已經流通太多iPhone的豆腐頭跟充電線了 所以呢他們就不提供 但是它為了讓使用者體驗出快充的功能 所以它附給你這個Line的領線 這個部分在發表會議出來結束啊 很多人就覺得說 你給我這個頭 你給我這個線 但是我沒有插頭 我不是還要去買嗎 所以就引起一陣不小的熱意啦 我們可以看到 左邊這是iPhone 12 右邊這是iPhone 12 Pro 在外觀上面確實就有不一樣了喔 我們看 我們先來看iPhone 12 12的話它的面板是亮面的 是那種玻璃面板 然後旁邊呢是使用鋁金屬 那iPhone 12 Pro 它的背板就是用比較霧面的 看起來比較有質感 然後在它的邊框呢 它是用醫療等級的不鏽鋼 所以其實兩者之間就可以看到蠻明顯的差別喔 這個手機外觀就可以判斷說 就是iPhone 12還是iPhone 12 Pro 另外呢我們有看到 最大的差異就是iPhone 12 Pro 多了一個鏡頭啦 所以我們也可以合理的知道說 iPhone 12 Pro一定會比較講究在拍照上面的呈現 哇 好啦 在按鍵分布的部分呢 都跟前面幾代是一樣的 在右手邊一樣是一顆功能鍵 然後 靜音調整鍵跟音量鍵的調整 另外卡槽的部分設計在左下角 然後底下呢 一樣就是C2 Nanteling的充電孔 以及立體喇叭 我們看到邊框的部分也有不一樣的地方囉 在現在這一代呢 它是做的比較像賈伯斯那個時期 比較經典造型的式一樣 那跟之前的圓弧面比起來 有沒有就有差別了 這樣 有沒有可以看出明顯的差別 然後在握感上呢 我自己是感覺這樣子 手機會比較有厚實感 因為這邊是方的 可以比較多一點的地方去接觸到我的手掌心 所以我個人會比較喜歡這樣子紮紮實實的感覺 那這支iPhone 12它的作業系統是使用iOS 14 那因為iOS 14它新增了蠻多之前就是沒有的功能 我待會會挑幾個跟我們生活習慣中比較相關 比較容易使用得到的功能來跟大家做分享做介紹 首先我們先來介紹來電顯示的功能 如果說你跟我一樣會打遊戲 然後非常討厭人家在你打遊戲的時候 打電話進來更可能的話 這次iOS 14我已經根據這個問題了 各位朋友們 我們來實測看看 之前只要電話進來一定會是滿版 你只能選擇要接或不接 你連想要忽略它的選擇都沒有 那這次在接收到來電的時候 它的畫面顯示區塊 來電顯示區塊它變成只有上面一小條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可能同步做的其他事情 就是可能我在看我的影片 然後電話進來了 我這次呢有選擇可以要接或不接了 就是不會影響到我現在正在進行的事情 這是一個我覺得非常貼心的地方 接著我們再來看一下另外一個功能 我覺得跟大家應該會蠻貼近的喔 就是因為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不能出國嘛 但是這次iOS 14呢 它給了一個非常貼心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支援即時在線上進行翻譯轉換 所以這邊可以選擇你想要輸入哪種語言 然後直接對手機進行談話 它這個很即時的翻譯成兩種動畫模式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大家 Hello How are you? Hi 你好嗎? 你看它就可以很即時的支援把它翻譯成你想要的語言 所以這個功能呢真的還蠻強大的 就對之後如果說大家解禁出國出去玩 一定可以有很大提升的幫助 但是我覺得翻譯機的聲音可能會受到影響 再來拿手機自拍呢 我們非常不喜歡的就是iPhone啊 它原本拍出來的照片 自拍出來的畫面都會是跟你原本的相反的 所以你可能乍看之下這個角度很不錯喔 就實際拿照進去看 哇 藝術的無法用言語形容對吧 那這次呢它也可以你選擇 讓你可以把照片跟實際看起來的是同一邊喔 我們首先呢進到下定裡面 然後往下滑到相機 進來有一個前置相機鏡像翻轉 你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你再拍照 再自拍的過程 它呈現出來的畫面呢 就會跟你實際拍出來的方向是一致的 就不會在遇到之前 左右相反不對上 還要自己花時間去修圖 去調整的問題囉 ok 那還有其他很多iOS10是非常實用的功能 有趣的朋友都可以上網搜尋相關的資訊啦 ok 接下來我們回到手機本身 我們來進行這兩隻手機iPhone 12 非常受到矚目的拍照功能呈現吧 我們來稍微試看看 看拍出來的效果怎麼樣吧 接下來我們班班要初步分析說 那到底怎麼樣子的需求 會比較適合哪一種機型呢 iPhone 12它的報價是28500 然後iPhone 12 Pro的報價是33900 所以兩者之間呢 有價差5400元的空間 如果說今天你是對拍照有比較細膩的要求 要求你的照片就是呈現得要非常的清晰的話 那當然就手推iPhone 12 Pro啦 如果說你今天是像我一樣 就是對照片覺得說 以這樣子目前手機的呈現來講夠用了 那我覺得選擇12就夠了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對兩台手機的初步印象吧 如果以我個人來選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iPhone 12耶 因為啊我還蠻喜歡手機背面呢 是做亮光的呈現 在裝手機殼的時候 我就不用特別花心思去挑選說 只是怎麼樣子的手機殼 可以讓手機看起來比較 變色度比較高啊 比較獨特啊 通常這種亮殼啊 外觀只要配一個比較素色 或是比較亮光的邊框殼 中間是透明的 你整隻手機就會變得比較有質感 另外我在拍照方面對照片 不會有那麼仔細的要求 所以呢我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配置對我來說夠用的 再來其中會影響到我做選擇的原因呢 就是在兩隻手機的重量 iPhone 12它的重量是162公克 但iPhone 12 Pro呢 它的重量達到187公克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出去騎車的時候 包包越小越好 帶的東西越小越好 但是有時候你會發現啊 就是如果出去騎車 什麼東西都沒有帶 你是可能是放個手機 放個錢包包包 就好重喔 我不喜歡那種感覺 所以對我來講 當然是手機越輕越好啦 好啦以上是我們今天幫大家開上 iPhone 12的影片啦 之後我們會陸陸續續推出 比如說iPhone 12它的拍照效果 或是說手機殼等等的單元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大家可以按讚觀看 喜歡你的影片 下次再見囉 拜拜